今天下午来白沙滩镇注射疫苗 第三针加成针 正好路过这么一个小区 叫着文音院 这个小区在白沙滩镇的旁边 南边 看它的楼 挺漂亮的这个楼 123456 6层 加阁楼可能是7层 这个小区名字是早有耳闻 这是第一次来 小区里边也停了一些车 那边1234567 停了一些车 到这边来看看吧 文音院 这个不知道是 是商品房 还是村民上楼 那么那个房子呢 先看它院子 都是小户型院子 院子很小 这边是它的草坪 这个小广场这儿聚集的一些人 咱就过来打听打听吧 小广场这儿有一个大羽毛球的 物业管理宣传栏 红色物业体系 你们好啊 你们是这个小区的都是啊 这是商品房还是 还是村民那个房 商品房 是哪一年建成的呀 建成是8 18年是吧 但是这房子贵不贵啊 我们六七千了 六七千买的啊 五六千六七千 怎么样 住的还行吗 可以 我们有暖气 有暖气啊 这小区有暖气啊 哎呀那一大优势啊 优势 对优势优势 而且你看离咱们镇多近啊 就在镇政府旁边 生活很方便是吧 来这养老 养老啊 老家是哪里的啊 河北张家口的 五湖四海 您是一听东北口音 包头的 内蒙的 内蒙的 你们呢 山西的 山西的啊 哪都有啊 都是今年都是在这过冬的 都不回去了 不回 咱过过几年冬啊 两三年了 因为它有暖气啊 都四个了 还行 这还挺热闹 我看你看 哎呀那小区里 这个车还这么少呢 你看 这边好几辆 那边有七八辆 我们在这个地方算 人算多 人气比较旺一些 你看这边 你看还有些大姐们 在这锻炼身体 这么做 房子质量怎么样 还行吧 质量还可以啊 质量还行 哦 七千一瓶 就是不便宜 就是不便宜啊 现在来说不便宜 还有贵的呢 银腾最贵的率两万的呢 去的京顶那时候都一万多 京顶都一万多 新开的那个桃桃 桃花园那个 桃花园两万 好几万一瓶米 那两万的 两万一瓶米 那个不行 那个不行 那个买不起 买不起啊 还要两花呢 对啊 这哪儿 咱们银摊还有贵的房子呢 还有贵的呢 那你们想的 为什么你们选择在银摊买房子 就是咱养老 就是为了养老 空气好 就是空气好 重说一词 都说空气好 无一例外 这边物业费高不高啊 多少 七毛五 你们物业费七毛五 我们都五毛 我在那个东部台阳立弯 你看过我是吧 看过我的片子 就你这个声音 我一听就知道 听声音能听出来是吧 人看不出来 现在人听出来 我经常听过 对 经常 我这随便走哪个小区 我过来转一转 看一看 对 对 老哥们都得七十了吧 将近七十 七十多了 七十多了 那你们那边咋个期待呢 我们那是就自己想办法了 有的用空调 像我是用了燃气壁挂炉 还有用小太阳的 对对对 五花八门吧 我们小区还行吧 肯定没有你们小区人期望 你们有暖气啊 在银摊外事翻译学院 在外往东 大学往东 公三个小区 第三个小区 太阳立湾啊 也是海边 也算是 当时也是比较好的小区 不如你们小区好啊 你看你的房子 你的房子多漂亮啊 你的房子 真好 可以 养病 养病 怎么讲 你讲讲 哮喘的 高血啊 烟烟的 到这都好 都好 不用吃药了吗 那可不 效果不错 效果不错 都减轻是吧 对你们都有体验 有体验 看来不是一个人说 好多业主都这样说 在他坐一坐的话 好多有些慢性病啊 什么 就慢慢就 就 就就就就 减轻了 对减轻了 吃药吃少了 大氧巴 都说这里的空气好吗 就是啊 你去温海看看 温海也不行啊 为什么呢 温海不行 他车多人多 车多人多 温海那边比人还冷啊 那边是雪窝子 咱这下雪一会儿就干了 你看化了 温海那儿啊 夏天比咱那儿热 冬天比咱这儿冷 温海那儿啊 夏天热啊 你们去过 你们都知道 夏天的时候 咱们从这边往过走 一过南黄 逐渐开始热 从南黄回来 这就开始热 哦 这边是 就是冬天暖和夏天热 对 不不 冬天暖和夏天凉 夏天凉 冬暖夏凉 冬暖夏凉 真是好地方 那是风水宝地啊 风水宝地 你们很认可这个地方 认可 那七千块钱 后不后悔啊 买这房子 后悔 后悔啥啥呢 真的不后悔吗 说心里话 你们不是觉得挺贵的吗 你拿在那社会的养老金 就买个房子 这是个啥 你还能养病 还能养病 对 这样考虑问题就对了 是不是 大姐 只要是在那里 叫你们法庭上坐这 你别说了 这是老朋友了 老朋友了 一听声音就很亲切 是吧 对 我见你们也很亲切 你看就没有这种 刚见面这种生疏感 生疏感 你们什么时候打的疫苗啊 我们都打完了 夏天都打完了 都打完了 我是过来打针来 路过这个地方 一看这个小区 我早就听说这个小区的名字 就没来过 正好扎一头个 有多少栋楼啊 这个小区 31栋楼啊 一个中心小区 那边也是31栋楼 那边那叫 叫 盛世滩 叫盛世滩 也是30多栋楼啊 那边也有暖气吗 都有 都有暖气 哎呀 看来靠着政府还是好啊 靠着正里面 我们说感激也方便 感激方面 旁边就是急啊 后房子就是医院 对啊 对啊 对面是学校 对面是学校 唯一的缺点是什么 没缺点 离海稍微远点 还不好 还送海气啊 我们离海挺近的 我们也不吵 也不什么吵 离海边太近不好 是吧 所以说这个当地人啊 他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建镇建村 还是有道理的 离海稍微有一定保持一定距离 一共两三公里 是吧 太近的话恐怕 也不是很好 是吧 我们来了 都有啊 农民就说了 在农民在哪住 你们在哪儿买 哦 会有落差 哦 对对对 一个是 他说预防海上来 海风呀 或者是潮湿呀 都离得近嘛 这把总离得远嘛 这只是一种卖房子的说法 其实也有道理 但是你想想 咱那个大城市 像青岛呀 厦门呀 那些好房子 贵房子都在海边 我告诉你 那年我们去那边 有个那人说 当时我们买房 他告诉我们说 住到海边好 看海 我们说的就是 咱没有见过海 在家里面都能看 住了三年过来 他说好啥的好来 把家的墙皮都掉来了 那个别 极个别现象 天天看海 不是以看海为主 咱是以住为主 以住为主 所以你稍微远点 真的对身体 各方面都有优势 对 在海边 夏天比这边还热 比这边 夏天啊 那我 这边我没待过 骑着车子 你往那边走 走到海 海上的那水蒸发起来 那热气 就比咱们这边的热 你这样理解 海边热 海边热吗 他冬天海边热 夏天海边凉 夏天海边凉 哈哈哈哈哈哈 这样理解 海边它肯定起了降温的作用啊 哈哈 你们这边看晚霞可以 看晚霞好 看不到日出可以看晚霞 对 这个 那啥 雪大啊 哎呀 我们的雪还没化呀 满院子都是雪啊 比咱们这儿雪大一倍 对对 不知道为什么 你看 一个银滩 银滩20公里 你看 12公里 离这个地方 我这儿离这个地方 14公里吧 14公里 就差别这么大 实验是从那个 我看从大花瓶那儿开始 望那个溪 对对对 就没有多少雪了 就化了 就是大花瓶在以东那边呢 都是雪 雪比较大一些 你看这银滩 这么一个银滩 这么大点地方 20公里的地方 差别还这么大 差别还这么大 很高兴 遇到你们了 聊得挺好啊 好谢谢了啊 好嘞 好 空头上 我们台湾另外玩去啊 好嘞好嘞